黄敬寅在脸书留言被指出是讽刺监察院长陈菊 院长觉得这样的话适当吗 四十几年前在军事华庭上 我看着才二十几岁的陈菊 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奋斗 面对唯一实行的军法审判 不忧不拒 从容答辩 在最后交代的时候 只说他身无藏物 只有一部照相机要交给他的弟弟 这样的一辈子为人权自由奋斗的人权斗士 相信他不会去在意后辈对他不礼貌的人身攻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